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拜登呢我们看到他在演讲的时候 那个1号晚上 他发表了一个全国演说 就在这个演说当中呢 还义愤填膺 甚至呢还抨击川普 以及支持 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支持者呢 是这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威胁美国立国之本 意思就是说是支持川普的人 就是会威胁美国立国之本了吗 那你看到后来这个川普 既然被点名了就快速的回应 那他就在他的推特上面呢 就发了两张照片 左边当然就是你看拜登很激动 双手握拳在那里发表演讲的情景 但是在右边呢 就是川普抱着美国国旗亲吻的模样 甚至呢他在发完了这篇贴文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呢 他又在他的Truth Social平台发文 反击说拜登一定是疯了 或者就是罹患了晚期失智 拜登如果不想要透过言语行动思想 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话 那他当然就不应该代表美国了 你看这是川普立刻反击抨击 这个拜登他的推文 其实美国现在这个状况 这个有点空前了 就是说真正真正要说 美国在200多年短短历史 曾经发生这种情况 大概就是19世纪美国内战前夕 就是说两派人都认为另外一派在威胁 美国这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跟生存 都认为另外一派是在叛国 所以今天这个拜登这个 他现在讲话越来越犀利 那个攻击性很强 他最近这个卖力演出 可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从旁观的 他在撕裂美国 因为他指责另外一半正在毁灭美国 而另外一半心里正好觉得说 是你拜登 是你拜登一直正在毁灭美国 对不对 所以你把那个斗争层次拉到说 你在毁灭美国 这边说是你在毁灭美国的时候 这个很多国家来讲的话 都是在内战边缘 而且是两个这个壁垒分明 对抗非常强烈 给两个群体 而且都有恰而留意的领导人 是 这个就很严重 而且川普还甚至呢扬言说 现在对于当时那个涉及 国会大厦攻击案的部分的支持者 提供财务的帮助 如果他再当选入主白宫的话 很赞成要给他们赦免 对 他一定会这样做 因为他本来就认为 那个活 那个行动是有正义 他是有他的合法性 他认为很正当 他是正当合法的 所以当任何一方认为 他的作为都有正当合法性的时候 是 这两方又坚持不下的时候 那就很麻烦了 那现在美国就陷入这个境地 而且不过我觉得 川普 我觉得拜登 在内心 他实际的这个性格上 跟川普两个真的不相上下 就是说不管 不管 就是说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能叫天下人负我的 这种气魄都出来了 所以很严重 那现在说实话 川普事实上 我觉得拜登现在竞选策略里面 有一个主轴就是打川普 打川普 打川普 有人说这次美国集中选业 三个议题 一个是堕胎的议题 这是基本教义 这个价值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通膨的议题 第三个就是相互的攻击 就拜登来讲就是 把川普往死里打 所以前一阵子 前几天 Lindsey Graham 就是来台湾 卖波音飞机的那个 参议院的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元老 叫Lindsey Graham Lindsey Graham 在电视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 川普被起诉 他现在不是已经被抄家了吗 那证据不是法 这个司法部拿了 他如果被起诉的话 他保证 Riot in the streets 他这个riot 就是暴动 加S 加S in the streets 对啊 街上 街上也加S 意思就是 会去遍地 美国到处都会有什么 都会有暴动 Riot in the streets 从某一种方式 也不见得暴动 它是什么 起诉 Uprising 有些人要起意 闹事了啦 你看看这个情况 严不严重 所以 现在问题 就川普跟拜登 这两个 两个集团的领袖 又这样白热化的 互相校正 对嘛 这情况之下 美国真的 因为 真的是 我看美国历史 只有看到在 当时 这个美国 十九世纪内战前夕 有出会出现过 目前这种状况 是啊 那可是现在问题是 那如果年底呢 年底会选怎么样 那个Granham 讲了一句话 他说多数共和党 共和党人 包括我在内 相信 When it comes to Trump There is no law 没有法律 It is all about getting him Double standard 他这样讲 是啊 双重标准 我跟你讲 拜登那个做法 拜登就直接讲说 他已经开始讲 那个共和党事上有 Maga Republicans 就是川普那个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他是在开始 分化共和党 就表示说 川普那一小撮人 是激进派 可是很不幸 他得到六十九%的支持 是 所以他能够成功的 裂解吗 裂解共和党吗 敢反对的都已经死在街上 Chennie不就死在街上 是 所以难 那这样的话 说实在的 真的如果一旦是川普 再度回到白宫去的话 那个还早 2024还早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方面 拜登 跛脚 再来你看 他到时候又换成是他 现在美国要做了什么事情 以后一块换了总统 你应该先 全又换人 你应该先想说 如果共和党拿到众议院 他可能定一个来修理FBI 修理司法部 这个是立即会发生的事 那那个2024选总统还早 那就很麻烦 那国会就到时候就很乱 然后就一直乱 一直乱 一直乱 乱下去 这样我们节目才有更多人看 是 亮哥一直在期待这件事 对不对 更有话题可以来讨论 天下大乱 收视必高 应该讲是天下大乱 行事大好 这是谁说 收视必高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个 刚才我们谈到 美国自己本身有他的问题 可是在外面 还是不忘要拉着盟国一起秀肌肉 好 那我们看到在军事动作方面 当然最近大家这两天 都在看这个俄罗斯 东方2022一周联合军演 那我看今天 其实在很多的视频上面 都关注着这个055大区 不过呢 在这次 大家在关注的这个军演的同时 其实之前还有这一场 是太平洋先锋2022的军演 是美国加日韩澳加 一共有五个国家 他在海空秀肌肉 不过有一个报导 最新的一个报导 是第七舰队 他们自己讲 说他们有成功 在这个军演 成功的拦截次因素无人机 然后是不是凸显了真正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全面的作战能力呢 这点可能要请教一下赖老师 军演现在因为快要进入冬季了 冬季以后的军演都会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都在赶这段时间 就是夏季到秋季之间 是很适合军演的一个时间 所以才这么密集 而且彼此是针对性 日本跟美国现在熊本县 现在还在熊本县 举行陆地上的军演 然后跟韩国刚刚结束 就是举行这个自由之盾的军演 然后再跟澳大利亚 举行的这个空中的军演 有17个国家 有100架战机 那现在又有这个太平洋先锋的军演 也刚刚结束 那俄国是刚刚展开 那俄国这一次的军演 其实在东方的这个军演 有7个靶场 这个7个靶场中 有两个靶场是在北方四岛 那北方四岛 对日本来讲的威择力就很高 北方四岛跟北海道的关系 就有点像金门跟厦门之间的关系 就是肉眼都可以看得到 天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当俄国在这个北方四岛 像是国后岛跟卓州岛 那么举行这个地面上跟空中 海上的军事演习的时候 对日本的北海道来讲压力就很大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以现在的军演的一个情况 中国大陆这么积极的参与 我觉得大陆跟俄国的背靠背 而且俄国这次也把上海合作组织 还有他的自己的集体安全组织 那么也就是中亚的国家 跟欧洲的国家都拉近了 有13个国家参加 而这个军演是针对性的 所以我觉得跟美国的 有较量的意味在里面 世界好像慢慢的在区分成为 两大阵营 其他的国家是坐山关斧斗 例如说亚洲的国家 拉丁美洲的国家跟非洲国家 他们是坐山关斧斗 然后主要的就看欧洲跟 欧亚大陆的这几个国家 彼此之间是在对抗 那我们担心的就是会有 更大的冲突在里面 更大的冲突吗 还是更大的实力 现在你看刚刚讲到说 好像一个次因素无人机能被拦截 就很振奋 然后日本呢 日本现在说我要再弄一个更大的 是排水量达2万吨以上的 这个神盾系统军舰 所以这是有人还称之为 令和版的大和号 邰老师 你一般来讲是不是要 建造2万吨 因为像泰国的航母 泰国有一艘航母就2万多吨而已 很小 但是你日本你要建造到 一艘2万多吨的航母 事实上我怀疑 它是要做两栖攻击舰 因为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 它不能够建造 攻击性的战略性的武器 所以它当初就把这个2栖 就是我们所谓的初营级 其实是准航母 它是4万多吨 那它把这个 这样的4万多吨的这个航母 它其实是航母 可是它把它说成是2栖运输舰 可是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航母 是小型的航母 那它现在又要造一个2万多吨 您再想想想看 这个055才1万2500吨 就很大了 就055本身就有100多个 这个垂直的发射器 那100多个垂直发射器 基本上来讲 就比上次穿越我们台湾海峡的 那两艘美国的这个巡洋级的 9800吨的还要大 然后数量还要多 那你日本还要造比中国大陆的055还要大 而且这一定是巡洋级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怀疑它是要做 两栖攻击舰也不一定 那当然要看日本到 因为日本通常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做出来的可能跟它说的不一样 因为它当初是说 它要做两栖运输舰 结果大家才发觉到说 是两栖攻击舰 然后最后出来的 大家才发觉说 原来是准航母 因为它只要把前段的 飞行甲板烧上去 后段的再烧上去 它就构成一个 可以这个滑越式的 这种起飞 而不是垂直升降的 这种航母 所以日本的海军的建造 我觉得要保持高度的警戒 因为它有这个能力 它的实力很强大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不过现在两岸的局势 是不是可能升高 亮哥我们看到 其实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 就是这个无人机 无人机我们怎么应对呢 结果媒体外媒非常的关注 像彭博社就报导说 台湾连续向疑似来自对岸的 民用无人机去开火 这是凸显台北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 来反击北京的侵扰 所以现在有压力 不是只有日本 现在台湾的压力 也会与日俱增 这是外媒的观点 是啊 因为已经隔了六天 后来才做了涉及这个动作 那我觉得应该是去 请示美国的意见 因为美国隔天 Kirby就立刻讲说 这是合情合理 那我猜是应该 事先就是给了这个答案 所以就开火 那你从他那个开火 你也可以看到 前线哨所对这类事件的准备 不足到什么程度 到离谱的程度 比如说干扰器 还要从台湾运过去 那结果还发现不足 现在要产先购买 然后后来是陆军派了两个神枪手 才把他打下来 因为金门哨所的人打不到 是 那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判断 那个无人机的型号 是 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表示你对无人机的辨识 非常不熟悉嘛 对 那如果那是军用的呢 对啊 那如果那是真打一体的呢 真打一体意味着他可能还击耶 对啊 因为那不是只有真搜真查 因为现在那是民用嘛 我是说这一次 还好他是民用 而且纯粹只是能够拍照 你录个影片 要回去炫耀 那我们知道那是什么 型号的无人机吗 我们有去研究大疆的各种 型号的无人机吗 那大疆可能有一些类型 是介于军民养用的 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题目坦白说啦 我相信在金马 绝对不是发生第一次 只是这一次被曝光嘛 因为那边把影片播出嘛 那之前没有嘛 上次佩洛西来台北定 那个我们还用信号弹去打 那请问那个是不是军用 那如果急中呢 那急中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坦白说啦 我从这里就看出 我们真的是毫无SOP可言 是啊 因为对于前线的事情 你第一个一定要有辨识能力嘛 那辨识能力就要 根据你的经验 就是常常往来飞来飞去的 各种不明飞行物啦 不管是空中的海上的 你要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 那我们有能力判断吗 因为我光是看 你根本就打不下来啊 还要从本岛去支援 对 就知道根本没有准备嘛 是 那更不要讲辨识了啦 我相信绝对没有辨识能力啦 是 所以现在怎么样 亡羊补牢咯 亡羊补牢需要很长的时间 没那么快是 你需要辨识 然后这个需要累积能力啦 我说实在话 所以现在你看啊 这个华府的智库 还有人分析说 现在他们是想要损耗 台湾部队的反应力 那么演练让台湾军方 政府陷入瘫痪的攻击路线 然后开始把这些行为常态化 可能寻求斩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那是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大陆的 因为现在看起来不像是 官方所设计的一个桥段 有可能是一些玩家 他们本来只是来玩一玩拍拍影片 然后在YouTube 或是在大陆的这个 例如说他们的抖音 或者是他们的网站里面播 看看台湾的军人的一些 糗样子讽刺 因为看起来有 有时候像是那种 可能有一些人在厦门那边 反正就是大胆 大胆二胆就那么近 就一千多公尺 然后就在那边玩 然后拍你那个蠢样子 或是萌样子 不要讲蠢样 好 然后放出去流量很大 然后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军方 颜面无光 颜面无光的时候 那就变成强烈的反应 那强烈的反应 就这个讯息又透 又回去了 回去以后 他们又更多人就过来 就继续在玩 我坦白说 我现在是有点担忧 我们上礼拜 我们有谈到 其实我更担忧的是什么呢 大陆有更多的玩家 我讲是民间的玩家 对 就跑到那个厦门这边 大家来玩了 玩开了 玩开了 然后每个人来 然后就看我们台湾那边 然后你这边 他就在那边再拍 然后好多个不同的角度拍 拍以后就在影片里面 这样拨来拨去 那你说这个弄成 那个台湾的军队里面 被整得一塌糊涂 然后呢 他们的大陆老百姓玩得很乐 所以在这边可能也要呼吁一下 厦门市的公安局 可能还是要管一下 就是管一下你的老百姓 尤其不要各地的老百姓 跑来这边玩家 跑来这边玩我们的军人 我们的小兵也很辛苦 我们小兵也是没办法 他要当兵 然后他也是拿薪水过日子 你就不要整他了 你就让他把兵当完 然后安全全的当完 然后回到台湾 还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那你每一次就给他家玩一下 那他就每天被长官电 然后他又打不到 因为我自己 我射击算很厉害的 那个对空射击没那么简单 是啦 因为它是在移动 然后你要瞄准的时候 你还要固定把装 然后你也在移动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 顶级海鲜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喔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相有折扣喔 好 好 好